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原地下跪 女人正在向眼前的男人求婚 但却惨遭男人拒绝 态度不到位立马掉头就走 看来你还挺好娇啊 留下女人独自在街头尴尬 还要艰难的站起来 看来包囤裙还是只适合优雅 求婚不易 原来两人根本就不是恋人关系 女人想要和小伙结婚 只是为了一张绿卡 大漂亮是出版社公司的著名编辑 独自在职场摸爬滚打20年 成了出名的女魔头 公司里个个见了她都要闻风脏胆 而小帅则是她的秘书 梦想着成为一名编辑 但却在女魔头手里被压榨 这天女魔头被叫到办公室 本以为是升职加薪的好事 但却被告知她的签证到期 将会被遣送回加拿大 就算要再申请 也需要离开美国一年的时间 大漂亮震惊了 这也太无语了吧 一去签证到期 就想把老娘遣送回国 难道是在嫉妒我的才华吗 就在这时 小帅冲进办公室 他本时大漂亮原本安排 帮他找借口逃离老板办公室 可这时 他看着小帅 就像看到了救灵稻草 立马心生一气 缓缓走到小帅身边 好家伙 这消息小帅听了比你都震惊 老板们也是一脸懵逼 但大表也不顾一切的坚持说辞 并说 这周内他们就会登记结婚 老板们也无话可说 从办公室出来 同事们纷纷向小帅 偷来了敬畏的目光 女魔头的感受 小帅真是不一般了 但回到办公室里 大漂亮将一切原委道明 并邀请小帅 如果他不同意假结婚 就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 编辑梦也不要再做了 为了事业 小帅只好妥协 两人立马拿着货口本 准备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结果公证人员却要搞事情 怀疑两人的结婚目的不单纯 他告诉小帅 如果两人的婚事有假 小帅就会被抓去坐牢 但这时小帅还是强行扛住了压力 表示自己和大漂亮是真心相爱的 公证员依旧表示怀疑 给了他们一周的考察期 通过考察才能结婚 于是小帅就要带着大漂亮回老家了 这个女老板为了绿卡 要和男秘书结婚 本因为他只是个穷光蛋 结果却大出所料 整条街的商铺 竟然都是小帅家的产业 回家竟然还要开快艇 来到了一栋独立海景大别墅 好家伙 原来小帅是个隐形富豪啊 听说小帅要带女朋友回来 把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把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叫上 竟然观瞻眼道而来的大漂亮 一家人都十分热情的接待 唯独小帅的爸爸表现的有些不友好 主要还是针对小帅 他以为小帅是为了上位 扣得女上司 殊不知哪是女上司先动的手啊 运筹完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 奶奶和妈妈要把他们带回房间休息 奶奶特意接上了他精心准备的大床 还拿出了祖传的宋子毛毯 让两人好好享用 唉奶奶想的如此周到 但终究还是错付了 两人一个躺在床上 一个人是在地板 就这样互不打扰的度过了第一晚 结果的第二天 大片人依照当地的风俗 被奶奶和妈妈拖去看脱衣物 这么开放的家人还是头一回见了 不仅要看 还要上台亲身体验 这一下恐怕也留下阴影了 另一边在家里 爸爸主要找到儿子贪心 但听了半天 他还是想让小帅回家继承家产 小帅一听不乐意了 这么多年来 爸爸从来没有尊重过他的梦想 一直拿家长来见他的尊严 记得他开始独自一人劈木头 大漂亮从镇上回来 在脱衣物上被弄得浑身怪味 立马跑回浴室冲个澡 小帅劈木头也劈得满身大汗 准备回家冲个凉 结果好事即将发生 大漂亮刚刚洗完澡 以为家里没人 赤身裸体出来拿毛巾 结果 大漂亮也脱光了的小帅 撞了个正着 这一下正是尴尬了 晚上两人依然分开躲在房间里 只是火热的壁炉 浑托着微妙的气氛 两人渐渐敞开心扉 这样大漂亮多年来 第一次续下新房 露出了她柔软女人的一面 两人欢声笑语 直到天亮 第二天 奶奶就带着大漂亮去试婚纱 准备让他们在自己 明天的八十大寿上举办婚礼 来到婚纱店 大漂亮换上了奶奶祖传的婚纱 虽然她们身材没有奶奶的优越 但一袭白裙 还是让她感受到了婚礼胜利 奶奶为她戴上了祖传的项链 这条项链 见证了每一代人的爱情 在奶奶的讲述中 变得无比同仁 大漂亮也被深深打动 而此时的她却觉得无比愧疚 第二天 婚礼如期而至 大漂亮穿着一袭白裙 缓缓走向小帅 伴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 以及全副的庄严提问 大漂亮觉得不能再欺骗自己 于是向所有人坦白了一切 坦白了自己与小帅结婚的目的 如何威胁她与自己假结婚 但唯独没有坦白 自己已经渐渐爱上了小帅 她逃离了婚礼现场 准备飞回纽约 再回加拿大 大家立马调来直升机送奶奶去医院 一家人守在奶奶身边紧张不已 突然 原来奶奶是在装病 就是为了帮孙子去追媳妇 可当小帅赶她进场时 大漂亮的飞机已经离开了 当她意识到自己爱上大漂亮 却在此时失去了她 回到纽约大漂亮 立马收拾行李准备回加拿大 就在这时 小帅气喘吁吁地赶回公司 开始了大漂亮的深情告白 两人终于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意表白 成全了彼此 不久后 他们再次来当明哲局 这一次从假结婚变成真结婚了 这样一个巧合的机会 让两人之间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说不定你和你的上司之间 就只差一个意外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